每次我在给讽刺推荐轻薄本的时候 总有一些人出来说不如拯救者 不如天选甚至不如神传的都有 先配置太低 觉得7000块钱都可以上3060了 干嘛还上个MX550甚至核心 所以这里还是有必要给部分朋友 讲解一下轻薄本优异游戏本的地方 不要单纯的盯着CPU和显卡 首先既然名字是轻薄本 那么重量厚度肯定有明显优势 大部分轻薄本的重量都在1.1公斤到1.5公斤之间 加上电源示威器的旅行重量 只有很多游戏本的一半不到 这次轻薄本由于采用了低电压处理器 离电性能很强 拔刀电源依然能保持流畅运行 续航可长达8个小时以上 而游戏本的分支性能需要靠电源功率支持 一旦远离电源路啊路甚至都会掉针 并且续航已很短 另外轻薄本的屏幕素质更好 这里指的不是刷新率而是色转分辨率 目前很多优秀的轻薄本屏幕都配了2.5K 甚至4K分辨率 并支持P3广色域以及触控技术 更适合设计图像处理办公人群 所以笔记本还是需要按需求选择 游戏本配置固然好 但也看用不用得上